今天来看一台准新极客001 FR风格的前后杠 头上有击脚 是24款还是25款呢 好消息是现在二手价格非常合适的 24款顶配U版 如果这台二手车你还提不起兴趣 那也千万别划走 视频末尾 我们还有重磅消息要透露 这台刚刚到店的24款顶配001 24年上牌1.6万公里 预计定价 不好意思 新车车主麻烦静音一下 预计定价不到26万 也就是新车低配的价格买顶配 你能得到什么呢 2.5吨 但是788马力810牛米 官方零版加速3.3秒的怪兽 我们这台售价不到26万 照理来说也能买25款新车 但毕竟那是入门盖板 缺了激光雷达和一大堆配置 以及一个电机 对于顶配U版来说 25款的升级其实很乏善可陈 主要是找个由头降降价 当然降价之后 新车的价格还是和咱们这台没法比 五月大王在入坑指南中吐槽了23款001的若干槽点 虽然都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24款厂家都给优化了 外观和老款区别不大 除了刚才说的前后保险杠和激光雷达以外 另一个变化就是快慢冲整合在一个盖子里了 相比外观内饰的变化要更大一些 顺便说一句啊 U版标配的电动门 门把手按钮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实际上还是不够好用 你没有站队位置 车门就只能打开一条缝 看网上测评说24款极客001的座椅变得更软了 确实是这样 我还发现了几个小变化 一个是方向盘的造型变了 上半部分稍稍削平了 不过方向盘大致上还是个圆形 这点好评 老款上面的触控多功能按钮 反向升级成了实体按键 这点绝对好评 前方意表盘上的两个折角也被抹平了 变得和极客007还有7X一样圆润 车内的车门开关从机械拉手变成了按钮 用起来还比较顺手 24款的亚马哈音响有28个扬声器 比老款的12扬声器效果要震撼好多 U版标配的分区调光全景天幕 变色以后的颜色 我觉得有点像早年间契备成的隔热膜 但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了 因为U版是顶配 所以这个可以摇头的中控屏也是标配的 车机系统简单试了一下 基本不卡顿 爱车的诺诺自行车 都会经过多轮鉴定和专业质检路试 正好借着质检路试的机会 来上路简单试一下 这台小八百匹马力的怪兽 刚一上手 觉得这车并没想象的快 因为电门出段比较柔和 没有像MG4那样 蹬的一下踹你一脚的感觉 但我发现这车只要电门不松 加速的推背感就一直不减弱 能给你持续不断的窒息感 最有获得感的升级是 二次款的双枪空气悬挂 开起来特别有漂浮感 很舒适 这台100度电的极客001 续航也比老款更长了 诺诺的收购顾问 这周还收购了若干台新款极客 包括价格超实惠的007 还有24款带Z-SPORT的U版001 还有一台只要十大几万的 24款卫版001 感兴趣的话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持续关注我们的诺诺自行车小程序 请不吝点赞诺自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